佛光照大地发起满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彭爱伦 我是张玉成 欢迎收看人间新闻 今天是初二 按照传统的习俗 是回娘家的日子 新闻的首先 我们一样要先带一大家 来前往到的是佛光山 来看看最新的活动消息 佛光山春节期间 人气最旺的 佛馆光照大千烟火 及无人机秀 配合防疫措施 取消或延期 那因为今年 还是碰到疫情 所以呢 佛光山本来有无人机 的这一个高空县礼 那么也延期了 那么佛陀纪念馆 本来有光照大千的烟火施放 那么今年也停办了 每年春节的李千佛 扣钟等欺负活动 今年的礼佛洞线也做出调整 请来山民众配合戴口罩 维持社交距离 酒精消毒等等应有的防疫措施 总之 您来到了不管是佛光山 佛陀纪念馆 还是藏青楼 那么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 李千佛法会与扣钟 都维持少数民众 在大殿内举行 来自巴西的南华大学足球队 春节期间上佛光山 协助防疫宣导 在大雄宝殿前 维持秩序 到处可见的宣导标语 就是要提醒游客应有的防护措施 来山走春的民众也都相当配合 让春节连续假期出游 可以更平安 人机卫15拥取高雄采访报道